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181章变迁8 演播于阳 榴弹炮 言轻首发虎敦炮 至今为止依然是神机营中最为常见的火炮 其中虎敦炮近似于大型火枪 更多的是跟随步军阵列左右 而归属指挥使直接调用的火炮 则基本上都是在百姓心目中市面上的各种画册中 都已经成为火炮形象代表的三菱榴弹炮 而山丘之下的稍远处正在不断的喷吐着硝烟火焰和炮弹的子母快炮 则是为数寥寥会出现在演习场上 自然是有些人玩弄的小搅汇 从都堂下达决议到演习开始筹备 再选调演习队伍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扣除公文流转以及参战双方赶赴出发地的时间 其实留给红兰两军用来进行针对性训练和准备的日子 也就只有十一二天 其实演习不是实弹演习 枪炮里面都没有装入正规的弹药 火炮只有药包 火枪也同样只有药包 只看两边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演习科目 导演部就会给予相应的分数 但胜利同样是参演双方都在追求的 这么短的时间让战斗力上一个大台阶并不现实 玩弄一些小手段就是很常见的一件事了 说实话 原本的计划除了对军制改革进行探索之外 将河北调回的指挥和即将奔赴河北的部队分成两军进行对战 其实也是准备顺便让即将开拔的队伍多一点经验 同时也压一压他们争强好胜的心 让经验丰富的百战精锐告诉他们 即将面临的敌人不会跳到炮口前面 自动变成战功的 自然这一切必须是来自河北回京的一方 也就是打着篮棋的一方获胜 一般而言半年充分的实战经验足以抵得上十年苦训 而且回京的一方本也是神机营中的精锐 相比起他们 洪方的水平就要弱上一些了 加上导演部内部同样秉承了都堂之一 会偏袒一下蓝方 正常的情况下 蓝方自然不会输 谁想到洪方拖来了子母快炮 一顿快炮 蓝方用以遮断敌军的骑兵暴露在炮火中 导演部即使要偏袒 也没有脸明着盼蓝方的骑兵 能够在挨了一顿炮火之后 还能与数量相当的对手打得有来有往 虽说这么做也不是不行 为了圆满完成演习科目 导演部偏袒一方的时候多了去了 可是让即将投入战场的将士们 满腹怨气 那就不好了 演习偏离了预定的走向 看起来不一定能够完成预定的科目了 一场失败的演习 对参与其中的将校士兵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韩刚若无其事地向后扫了一眼 王顺辰看起来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举着望远镜为下面的厮杀刺牙咧嘴的就像一个入了戏的看客 不过韩刚也清楚 他的这位兄弟看似粗豪 实则内秀于心 此刻当已是心知肚明了 却诚服甚深的将一切给藏在心里 王顺辰身后的将校中就颇有几个脸色难看的 红方换装肯定是几天前 如果韩刚和张枣没来 就算兰方输了弄得科目没完成 导演部也能遮掩过去 事后找人算账是一回事 首先肯定是要把都堂糊弄过去 不然先吃挂烙的肯定是导演部啊 但韩刚和张枣两个人临时决定前来 不但导演部没有办法了 就是红方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张枣作为疏密使自是知道演习的目的所在 同时也应该对双方的人员装备有所了解 只是现在一派若无其事 真是得了难得糊涂的三位了 再多看了战场一眼 韩刚放下这件事 事后再算账也不迟 棚子中一群年轻军官 左手打着算盘 右手奋笔疾疏 在演习和杀盘战棋系统中 不同类型的火炮在不同气候 地形物资准备以及对手的情况下 都有相应的数值来确定杀伤力 带入距离兵力通过一系列的攻势换算 很快就能得出在一轮火炮中骑兵的伤亡情况 韩刚并不清楚千年之后的军事演习是如何运作的 现在的做法应该与其差别很大 但效果并不算差 至少比过去的校乐有意义多了 可惜还没有微积分 所谓的攻势都只是些最为粗浅的经验攻势 但这也是真正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完成 如今即使是韩刚都没有办法与正在打算盘的军官们相比了 不过韩刚能看得懂结论 还不需要劳动专家多费唇舍 你们继续做事 我自己看看 韩刚派了派慌张站起来的年轻军官的肩膀 从桌上拿起了一份记录纸 纸上的笔记有些潦草 不过探笔在白纸上留下的字迹则很清晰 韩刚眯起眼睛 将纸条拿得稍远一点 辨认了一下字迹 红方火炮第一轮骑射 南方只损失一起 坐下去的军官搜得又笔直的站起来 是 并想过蓝方马军当时正处于红方炮兵射击处的极限处 所以经过末将计算 蓝方只损失一起 红方火炮第一轮射击蓝方损失一起 第二轮没有 第三轮一起 从纸面上就可以看得出 蓝方的骑兵在规避炮火的水平上表现的不低 但红方骑兵此刻赶来了 双方骑兵的单兵战斗力是按照相同数值来计算的 这种情况下 兵力越封 战斗力自食越强 对冲之后 红蓝双方损失是四对八 因为规避炮火 队形开始散乱的蓝方 损失多了一倍 子母快炮的射程 归根到底还是比同口径的前塘火炮大了一个折扣 同时弹药的携带量也要少了许多 这才是子母快炮没有在军中大批量装备的主因 只有关键性密闭性问题得以解决 子母快炮才能够大规模的装备部队 或许那时候淘汰前塘炮的时日也到了 而眼下子母快炮炮足打得很欢 可实际上对骑兵的杀伤力还是不大 也不能远及蓝方部族的军阵 但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干扰蓝方骑兵的阵型 因而红方骑兵在一轮轮的轰击配合下 蓝军的骑兵在记录本上损失已然近半 红方的子母快炮瞄准旗号 所指方向射击 一轮射后 红方骑兵就成事冲击过去 蓝方骑兵的伤亡一次比一次更大 就像衣服上的破口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孔 但只要不补上 自然会越战越大 当蓝方的炮兵赶到战场 演习的第一阶段就算告一段落 到时候导演部就会公布 本阶段双方交锋的结果 并将双方的伤亡扣除 再将背叛阵防的官兵守备上 画了个压计 将他们调出战场 然后双方将会在剩余的兵力和阵线的基础上 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斗 目前看似势军力敌的骑兵阵线 再缠战一阵 等第一阶段结束 记录纸上的蓝军 说不得就要全军覆没了 老夫还以为 神机营的人都知道演习的算法 看起来蓝军的马军指挥有些忙 退了退了 张早话说的一半声音陡然一变 蓝军骑兵在莽撞的横冲直撞 丢掉了一半成员之后 让人很是惊讶的从前线撤了下来 三四百骑兵留下了三十多骑兵断后 剩下的都加速退往后方 神机营每一年都有一次大规模的演习 每一季也有一次规模小一点的 还有更加频繁的对抗训练 要说演习经验参战的双方都不缺乏 如何在无法及时确认伤亡情况的 实兵演习中 分析双方军力对比变化 是神机营指挥一级军官的基本功 要说莽撞 蓝军上下的确是莽撞了 以为自己是从河北回来的经验充沛 能够吊打没有上过战场的生瓜蛋子 如果是真正的上战场 或许他们的确能够凭借血战老兵击败现在的对手 但是士兵演习中战斗经验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蓝方当时发掘战情不利 一边躲避炮火 一边与阵行严谨的对手交锋 只会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宁可损失一部分兵力 也要把人撤回来重新集结 可是现在该怎么挽回 张早呼的一声轻易 向后撤离的蓝方骑兵 在撤退时就远离了对面炮口的方向 即使以子母快炮的轻便 想要挪动炮口方向也并不容易 之前蓝方骑兵正是依靠快速的移动避开了炮火 却也因此造成了队形散乱 无法与红方骑兵对抗 现在后撤的蓝方骑兵又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停了下来进行整队 另一部分继续向后退往了步军阵列 看来是算明白了 张早轻笑 留下来的一部分 与导演部纸面上的残余兵力相差不大 不过他们当真有把握吗 也许吧 韩刚说的不是那么肯定 但他相信 红方肯定有扭转战局的成算 所以才会让一半已经死亡的战友撤走 免得影响导演部的评分 原本能赢的都给判输了 韩刚 张早 还有山丘上的人们都好奇起来 红方骑兵打算用什么战术来拉平人数上的差距呢 这么密啊 张早很快就惊讶到 南方一个指挥400骑兵 账面上现在还剩不到200骑 组成阵列的正好是156骑的样子 分作三列 左右骑兵 马挨着马 人挨着人 并排时 脚凳子都几乎靠在了一起 密得连风都刮不过去一半 连环马 后面的王顺辰时声道 的确有将战马用绳索连环串起 一横列直冲战场的战术 但此战术并不适用 一记摔倒就会连累一整排 并无实战价值 但现在的这种紧密的阵型 却没有绳索捆葬 还在山丘上的人们惊讶的时候 蓝军的骑兵开始动了 由缓而快 一排启动 紧接着下一排就奔驰起来 反如一堵堵墙一般的压了过去 趁着阵地上 红方骑兵因为对手分兵 这个时候都压了上来 将三四百兵力集中在一处 打算以优势兵力解决当面的对手 蓝军骑兵在旷野中奔驰 十几步后就连战马的步伐 都仿佛汇合在了一起 山丘上的人毫无所觉 只觉得紧密阵型的红方骑兵行动要慢于对手 而且还有火炮 只要再往前一点 便进入了射程中了 但红方的骑兵来了 他们的阵列挡住了火炮的炮口 他们有着两倍的兵力优势 但他们看起来 却弱不禁风 山丘上的望远镜中 韩刚清晰的看见红队的阵列 被一冲而散 就像纸一样的脆弱 那绝不是红方故意避让蓝军封锐 分明是毫无抗守之力 甚至蓝军冲击过去 红方就出现好几个落马的士兵 一时间连秩序都乱了 怎么可能 王顺臣哑声大叫 就在王顺臣的惊讶声中 红方骑兵勇往之前 转眼间 蓝方的第二阵 第三阵也被冲散 如同十脸子脸过一半 线性的阵列上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胜负关系瞬间扭转 太大意了 韩刚想 红方骑兵之前的进攻 太过缺乏警惕心 没有任何的防备 火炮 人群中有人低声叫道 山丘上的人们此刻定睛看去 在蓝方骑兵和红方的火炮阵地前 已经没有红方骑兵的身影了 蓝方骑兵 疏然散开 快马加鞭直冲火炮阵地 根本就不管后路 完了 不用多看 蓝方骑兵突袭 红方炮兵们猝不及防 被骑兵冲入阵地后 转瞬间就成了死亡数字 尽管之后 红方骑兵追击回来 步兵也赶了过来 但红方已经失去了他们所有的炮阻 蓝方骑兵又成功地突破了阻截 残存兵力还在百计以上 没有了远程火力 战争将会是一面倒的局面 整场演习此刻已经可以下定论了 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就是 紧密的骑兵冲锋队形 让人惊讶 也让人惊喜 在特定的情况下 会有着很好的战术效果 这是在河北学道的新招数啊 张早问道 不管是哪里来的 这肯定是个好招数 韩刚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植天下》第181章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载植天下》第182章 变迁酒